第九百九十七集 北魏派遣远外散其长氏尤明根等人 前来刘宋朝廷聘问 刘明根是尤雅唐祖父的弟弟 北魏广平王拓拔落侯去世 十二月二十日 刘宋朝廷任命领军将军刘尊考 为上书诱铺业 二十二日 刘宋朝廷规定 每户人家每年上朝廷缴纳四匹部 这一年 刘宋朝廷规定 凡是豪门士族与平民人家通婚的 都要补为五职 与平民通婚的一些豪门士族 大都为躲避兵役逃往他处 朝廷又为此进一步严格制定了法律 抓到逃亡者立即斩首 于是逃亡者常常是投奔江河山泽之中 当了强盗 沈淮文劝阻 孝武帝没有接受 六月 任银 公元462年 春季正月初二 北魏月浪王拓拔万寿去世 初时 孝武帝在明堂第一次祭祀武帝宣布大赦 二十六日 孝武帝在中堂举行秀才 孝联甄选考核 扬州秀才顾法 回答侧问说 水源清澈 则河流清洁 精神振奋有力 则身体健康 身体力行的效果 很容易崇尚风轿 而亲自奉行的影响 则比野草倒幅的速度更快 孝武帝看后 很讨厌他的大胆直言 把他的卷子扔到了地上 二月初次 刘宋恢复文武百官的俸禄 三月初时 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元为少灵王 当初 世中沈淮文 几次都因为直言劝谏 而惹怒了孝武帝 沈淮文平时和严俊周朗关系不错 孝武帝对沈淮文说 严俊如果当初知道我会杀他 恐怕他也早就不会这样放肆无礼啊 沈淮文沉默无语 世中王在言谈之间 称赞严俊周朗才华出众 沈淮文也同意这种赞誉 二人一唱一和 严师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孝武帝 孝武帝愈加不高兴 孝武帝曾经出外打野鸡 突然刮起了大风又下起了大雨 沈淮文和王江志渊趁机约定 敬言劝谏 正巧此时孝武帝召他们来涉猎野鸡的围场 沈淮文说 暴风骤雨如此急迫 不是圣骑所应该承受的 王接着说 沈淮文的起奏应该听 还未等江志渊接着说 孝武帝已经是眼睛盯着弓箭 面带怒色说 你想效仿严俊吗 为什么要经常来管别人的事情 接着又说 严俊这小子 我至今仍恨不得先把他的脸抽个稀烂 孝武帝每次宴请时 都下令在座者必须喝得鸣鼎大醉 然后再对他们极力嘲讽戏谑 沈淮文一向不喝酒 而且又不喜欢戏弄玩笑 孝武帝认为沈淮文是故意和自己作对 谢庄曾经警告过沈淮文说 你每次都和别人不一样 这样又怎么能长久下去呢 沈淮文回答说 我从小就这个样子 哪是一个早晨就能改变过来的 我并不是要故意和别人不一样 这不过是天性所知罢了 于是孝武帝命令沈淮文 出任靳安王刘子勋的征鲁掌使 兼领广陵太守 沈淮文到达建康 举行朝廷举行的元旦朝拜后 孝武帝命令他返回认所 当时沈淮文因为女儿生病 所以请求延长回去的期限 直到这时他还没有启程 于是孝武帝免除沈淮文的官职 禁止从政十年 沈淮文将自己在京城的房宅卖了 想要冬下回到吴兴老家 孝武帝听说后怒不可遏 下令逮捕他收交庭位 27日命令沈淮文自杀 沈淮文的三个儿子 沈丹 沈冤 沈冲 一路哭着奔走 为父亲沈淮文请求饶命 沿途看见的人无不为之难过 刘景元想要救沈淮文 就对孝武帝说 沈淮文的三个儿子悲痛难过 祈愿陛下早点适当地为沈淮文定罪 最后孝武帝还是杀了沈淮文 下孝武帝的宠姬 孝武帝的宠姬 殷淑仪去世 追赐为贵妃 嗜好为宣 孝武帝为殷淑仪的死伤心不已 不断平掉 以至于精神恍惚 无心处理朝廷政事 23日 刘宋太宰刘义公 被解除司徒兼职 6月12日 刘宋东昌文木公刘延孙去世 21日 被为国主前往殷山 被为十楼胡贺略孙起兵反叛 长安镇将陆珍前去讨伐 平定了这起事件 被为国主命令陆珍兴建长蛇镇 鸡人豪族求谈又起兵反叛 陆珍前去讨平 修建完长蛇镇后返回 秋季7月24日 被为国主前往河西 17日 刘宋孝武帝 立皇子刘子云为禁灵王 当天 刘子云去世 嗜好孝 当初 东晋中书建渔兵建议 让僧徒恭敬帝王 太尉还旋以后 又再次提出这项建议 最后都没有成功 到了这时 孝武帝命令有关部门上奏说 儒家和法家是不同的流派 明家和末家有明显的区别 但他们主张崇拜祖先尊敬皇帝 因此他们的主旨没有细微的差别 只有佛教把自己的教义当作经典 加以阐释宣传 用他们的教义去蒙蔽真正的道义 近来这种行为更加猖狂 佛是用谦卑来约束自己 是以忠诚作为自己行事的赤度 怎么能只对四圣跪拜 而对自己的父母却减慢无礼呢 怎么能只对老僧叩头 而却和皇帝平起平坐呢 我们建议 要让僧徒觐见皇帝 而且应当恭敬虔诚 至于礼节上的恭敬程度 可以依照原有的习俗进行 九月初一 制定了僧徒恭敬皇帝的一些实施办法 废帝即位后又恢复如初了 十八日 朝廷任命尚书幼仆叶 刘尊考为左仆叶 丹阳王王僧郎为幼仆叶 王僧郎是王的父亲 冬季十月二十五日 孝武帝在龙山埋葬了宣贵妃 在山上开凿山路几十里 老百姓忍受不了这一艰苦的劳役 死亡逃走的人很多 自从江南有葬礼以来 这一葬礼的隆重场面 还从来没有过 又给宣贵妃另建了一座寂庙 北魏派遣园外散其常事游明根等 前来刘宋朝廷聘问 初五 刘宋朝廷加授上书令柳元景为司空 二十六日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南徐州从事史范洋人祖冲之尚书孝武帝说 何成天制定的历法错误 疏漏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所以他又另外制定了一部新历法 他认为现在使用的历法将冬至的节气固定在某一天 这样一来 每不到一百年就会相差两度 如今要制定的新历法 是把冬至放到年中 每年只有微小的差距 将来长期使用下去 那么就不用再多次改动 另外 现行的历法是把子作为尘的开头 位置在正北方 须又排列在北方各个星座之中 将要制定的历法 则是把上缘放在年中从虚开始 另外 现行的历法是日月星辰的标志 以甲子作为开头放在最前面 新历法则是把上缘放在每年的甲子上 另外 何成天的历法是日月五星各自有自己的缘 而新的历法则是将日月五星的交汇 以及运行的快慢 全都以上缘的碎手作为开始 孝武帝命令对历法有研究的人 同祖冲之辩论 但驳不倒祖冲之 不久正赶上孝武帝驾崩 所以祖冲之的新历法也没能实施起来 七年 鬼卯公元463年 春季正月12日 游宋朝廷任命尚书幼蒲业 王僧朗太常为将军 严师伯为尚书蒲业 孝武帝每次在宴请饮酒的时候 都命令陈鼠们彼此之间进行相互的嘲讽攻击 以此来取乐 利布朗江志元 平素安前文雅 他的行为慢慢地不合孝武帝的心意了 孝武帝经常让江志元传令 让王僧朗嘲弄自己的儿子王 江志元严肃地说 恐怕不应该有这样的玩笑 孝武帝说 江僧安真是一个大傻瓜 傻瓜同情傻瓜 江僧安是江志元的父亲 江志元立刻把脸埋在席座上 痛哭流体 从此孝武帝对他的宠爱大为渐弱 江志元又提议追使殷贵妃为怀贵妃 孝武帝认为这不是个最美的名号 所以对江志元更加怀恨在心 某一天 孝武帝和大臣起码来到殷贵妃的坟墓 孝武帝举起鞭子 指着墓上的石柱对江志元说 这上面不能有怀子 江志元更加恐惧 最后竟因忧虑过度而去世 14日 朝廷任命上书令柳元警 为票捷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思 2月初九 孝武帝巡视南豫州和南衍州 12日 在乌江彼氏狩猎 17日宣布大赦 19日 孝武帝前往瓜布山 27日 返回建康 夏季4月20日 孝武帝颁下诏令 任何官将 如果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 一律不得随便利用权力杀人 罪行严重 应该重判斩首的罪犯 必须先向朝廷承报 等候批准 如有违反这一诏令的 即以杀人罪处罚